中国疫情也太严重了 我老婆 妈妈 爸爸 两个孩子 他们都一个多月了 都没出门 两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出门的 那时候那时候都天天要核酸 进医院需要核酸 但是他们都没有确诊的 现在呢 是他们一直在家 一直在家 哪里都不去 爸爸很想出去 出去溜达溜达 但是呢 老婆不让他去 就是别乱跑 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 孩子都太小了 乐了以后呢 是太不容易了 他们都已经养了 然后 现在呢 是我姑娘 她有点研究 她伤着不行 磕瘦 而自己今天开始磕瘦 她还有那个了 呕吐了 吐了 所以就 天天特别闹心 老婆也 不舒服 那肯定是大家都 又得了刚刚得的那个病啊 他们说是他们特别难受 浑身都疼 现在没有发烧 但是呢 没有力气 一点力气都没有 走路都不行啊 还有要抱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生病 那他们也一直要是抱妈妈 我觉得是全世界不可能以后 就是新冠以后的世界 不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病毒的 肯定会的 今天也有 明天也有 后天也会的 就是我们习惯了 我们会习惯的 然后呢 是我们的抵抗力 会稍微高一点的 然后呢 是她的厉害性会少一些的 现在就 中国刚开始的 因为以前呢 什么新冠呢 是我们都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 我认识的 都得过 都养过以前 但是这一次 没有一个人 我认识的 他没有养过的 每个人都养过的 然后呢 是他们有发烧啊 有肠子疼啊 婚姓疼啊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 也有那个 没有味儿那种的 现在我家 所有的人都有了 今天八八月开始了 然后姑娘啊 弟儿 她有点严重 因为她上次疼 所以她不怎么吃饭 她不敢吃饭 她不吃饭 所以她也不怎么吃药呢 然后不吃药 怎么会退上呢 怎么会治好呢 老婆太心疼啊 然后老婆太辛苦了 她天天劳心 她在哪边就 所以她要看 她肯定是 特别特别特别难受的 我这边也是 我也难受 我一看我姑娘 她不舒服啊 那就 我都要 想要哭了 我也没办法 有可能 这是我很快回中国了 看机票呢 什么时候能买得到 然后中国有什么增值之类的 因为到了以后 还要做那个 隔离之类的 那也我来不及啊 所以就看看 什么时候没有隔离 那就飞过去 都 机票 都贵啊 都无所谓的 没办法了 必须要去照顾孩子呢 我照顾家里人呢 大家都不戴口罩啊 一个都没有啊 又没有疫情啊 印度没有疫情啊 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呢 有些人戴口罩 因为是新的 就是无脉太多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戴 但是现在觉得呢 就是呆了以后 不舒服啊 然后 大部分都不戴 所以有一点觉得奇怪 我老婆天天跟我说 是你必须要戴 你必须要保护自己 有一定机票 会通知大家 我什么时候到 然后我希望就 很快我就到我家那边 然后照顾好我自己的家 妈妈爸爸也是要休息啊 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你们自己 不用担心了 担心也没有用的 早晚都要得的 所以我也要尽快到中国 我也得一次吧 中国的 我就害怕 中国的现在的这个边缘 如果到印度呢 那就印度就开始乱了 到了印度以后就不好管 不能控制它 所以希望在中国 我也去那边 我也到一道吧 然后再回来 再带他们三个人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观众 谢谢